大家好,我是发哥,欢迎大家到我的频道 今天早上我就带大家看一看我的食人菜鱼 你看这是我整的韭菜 这是豌豆 这是长豆,已经开花了 都已经开花了 这是乌孙 下面一些小的五十苗 这个是韭菜,也是韭菜 韭菜里面种那些大蒜 这个是上海青,牛豆做种的 这个也是乌孙 这个是紫大蒜,紫色的大蒜,很香的 那么这个我是留的,也是留的做种的,给明年再来种 你看这里有几颗红菜苔跟白菜苔 也是这个是衍生的,就是去年那个掉下的种子 掉到地里面自己长出来的,白菜苔 你看今天这里留了一颗做种的,你看看 因为鸟要用这个塑料布给它盖起来 这也是白菜苔 你看这菠菜长得很好,菠菜也是都已经快要开花了 都已经老了 你看这里有一些红菜苔 你看这里也有一些红菜苔 你看这里也有一些红菜苔 因为红菜苔,今天总得很太晚了 因为红菜苔今天总得很太晚了 所以长得不是很好 所以长得不是很好 里面有很多的野生的 哇,这不是什么人从自帮我的那个菜球吃光了 看,这是青菜 也是去年的种子,自己掉到地里面以后 到了今年冬天下雨的时候,它自己就长出来了 这也是白菜苔 下面很多人长了野生的小乌生苗 这是我种的小葱,从中国带来的 最后讲一下怎么种菜 首先第一步就是把那个菜地翻一遍 然后把土打碎打碎打碎 第二步就是撒一层牛粪 最好是鸡粪 你买的鸡粪的话是买鸡粪 散热以后再上少须的那种大零甲的口粒尾料 然后就是用那个耙子给它把那个尾料跟土壤混匀 然后就可以播种了 播完种以后就浇水 那么整个过程中就是你不要再试肥了 没有 这 这 我就 这是